本地一名女子陷入了网络爱情骗局 半年内被骗走了近10万元 30岁的涉案嫌犯今天将被控上法庭 警方的文告说 今年5月接获了一起网络爱情诈骗的报案 一名34岁的女子被骗走了超过9万7千元 警方把案件交由了商业事务局调查 并在确认嫌犯的身份之后 在前天将嫌犯逮捕归案 初步调查显示 这名30岁的嫌犯是通过虚构的网络身份 同受害人结识 并在去年8月到今年的2月之间 欺骗女受害人转账超过9万7千元给她 当局相信 男子把骗来的钱用来偿还债务和支付日常开销 嫌犯今天被控欺诈罪 如果罪名成立 男子可面对长达10年监禁以及罚款